我跟雅南上的小弟很高興在這邊跟各位分享 首先在這邊不是感覺說人生再努力 還不是說方法是健康的 因為我曾經導致人家講的癌症 我會去做個化療 那種情況真的是很慘 那整個身體從西醫開始 你遇到變得沒有辦法 花了好幾十萬 然後走到了變中醫 中醫碰到的醫生 都說每個人都是錯誤 我會說一人走 二人走 那到最後我會走到這邊 也是一個巧緣 因為我老婆有關心 再加上你再做 你做我做護理 你再做做做 當下我只是覺得有幾點很重要的話 希望可以讓各位了解 第一點 一個人的身體要好 你必須要靠運動 如果再好的醫療器材 再好的健康事件 當你每個人都往肚子裡吞的時候 你還是要代謝 代謝是一個最重要的 所以你代謝最重要的就是要運動 你運動沒有你腸子的乳動 各方面所謂的 所以他說新陳代謝 真正的新陳代謝 應該是屬於細胞分裂的代謝 這也是其中一種 這是很重要的 但是最重要的 我今天會走到這裡 到最後呢 我才感覺身體會健康 就是運動再加上肚子 儘量少吃肚子性的東西 太油的東西 這樣才有辦法達到你的身體健康問題 如果光是說 我們每天都在那邊躺 整天都坐在辦公室裡面 吹冷氣 我走出大自然 因為我經過這一段時間 我調理順利 當下我在最嚴重的時候 我去爬山 不用說爬山 然後走出就床 因為我去客戶那邊 他的容神比這個還好 從一樓走到二樓 我已經沒辦法跟你講了 其實喘不過來 所以我那個時候決定 一定要走出戶外 讓我身體好 就一定要運動 因為我的師兄告訴我 你只有走出戶外 運動才有辦法 因為所謂的三缸之氣 三缸之氣呢 就是屬於大自然的天缸之氣 所以老天爺 常養萬物的天缸之氣 所有下來 包括仙人 包括眾生 包括宇宙 所有的萬物 都需要這個天缸之氣 所以每一個人 必須要走出戶外 當你在運動的時候 走到山上的時候 他早上找太陽藝術 來幫我做的事 他會上發很多奮鬥劑 我們吸人的奮鬥劑以後 自然 他就是萬物之藥 所以我們市民 就很容易抗議 比吃自然還是吸藥的藥 還要快要敷衍 所以我就是 當下午 接近了兩年 每天都去運動 風雨無阻 連下雨都拿著遺甩去爬 但是唯一的缺點 就是 人們慢慢有年紀的 期待 沒辦法扶 所以趕走平路 上坡 最好是走上坡 慢慢有年紀 所以 在這邊 我是輪輪托輪 假的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規範的那個人很好 所以當事上是這樣子 希望各位 很高興 很高興